他竟然能夠這樣幹 自信授予五欲 不過你要知道這是他過去有修 他今天授五欲心還不迷 這是很特別的例子 自信授予五欲快樂 然後呢 貪授五欲 他怎麼貪授五欲 財色名十歲 第五條根這五欲 他怎麼樣 與豬財女共襄娛樂 那與財女共襄娛樂會娛樂些什麼 大概就是這些隱喻之事 唱歌 遊戲 行影 就是這些事情 那共襄娛樂 那麼瘦五百歲 你要知道那是四天王瘦五百歲 人間等於多少 他的一天等於咱們的五十年 那好啦 他那邊的五百歲是幾天 天數算出來了 五百乘以三百六十五 再乘以什麼 五十等於多少年 算一算 有沒有計算機 可以算一下 五百乘以三百六十五 再乘以什麼 再乘以五十等於多少年 等於人間多少年 他一享樂就想那麼久 你看看 算了吧 你還在這邊混幹什麼呢 對不對 你怎麼閉起來實在是 人家屁股就沒有 是不是這樣 要享樂 勇敢一點 有種你就到四天王天去享樂 對不對 何必在人間享這種樂 一年用場都沒有 對不對 所以說這不出家 實在是怎麼算都不合算 那麼呢 接下來 這個五百社想完了之後 他幹嘛 命中轉生三十三天 這個很怪 他一定在那個享樂過程當中怎麼樣 還有正面 偶爾還有正面 所以臨終的時候 他福報太大了 又把他往上點 這就好像怎麼樣你知道嗎 好像一個氣泡 他那個氣泡很足 很大 很足 所以他會慢慢往那個 往那個水下面往上升往上升 他不會往下沉 往上升 所以他福報力啊 一直把他往上推 往上推 福報太大了 他先來個飯前小菜 到四天王天去享樂一下 還沒想夠 繼續往上升 繼續再享樂 再享樂 再享樂 這樣子一路享樂去 是這麼樣的意思上 福報太大了 各位 什麼叫做福報太大了 照說他在人間當國王 當王子的時候 已經消了很多福 損了很多福 各位啊 我們主持常常講啊 這個享福 消福 吃苦 聊苦 是吧 你們現在在這邊吃苦 真是聊苦 失誤給你們加持 讓你們消業這樣 好得很 那麼就聊苦 聊苦將來就免得下地獄喔 往生極樂世界就能夠容易囉 這是對的 那麼反過來說 你的享福呢 就消福 那麼照這麼講下來的話 照咱們這位 彼羅憲娜比丘 照說應該享福 他就消福了吧 照說他沒什麼福報了 怎麼還能這樣呢 還是那句老話 厭患生死 一日一夜 精進慈戒 清淨無然 各位 一日一夜的功德 竟然怎麼大 實在太令人 難以想像 是不是這樣子 那麼呢 五百歲以啊 他繼續往上升 他不往上升都不行 他不享樂都不行 繼續把他推去享樂 命中轉身三三天 也就是濤利天 這個天剛好也是地居天 他在虛米山的山頂上 那為什麼叫三三天 因為濤利天公天主在山頂的中間 他的四方 各有八個國王在守著 那四八不三十二嗎 三十二外加濤利天王一個 這不是三十二加一不三十三嗎 所以三十三天其實就是濤利天一個天 這個天當中有三三個天王 在那裡正守著 就這麼簡單講就是這樣 懂嗎 那主要就是那個第四環 四提環音 濤利天公天主 釋迦佛的母親 後來生了釋迦佛之後 以此功德啊 就自然改生為濤利天公天王 就是我們說什麼 提公 拜提公就是拜那個 濤利天主 那麼好啦 那麼為第四子 你要問呢 他為什麼不當 直接當皇帝 為什麼要當兒子呢 因為當兒子才能專心享樂 你要懂啊 當皇帝的話 那套利天王 常常要跟人家作戰 你懂意思吧 他要忙裡忙外 還是得忙 有時候那個天人呢 還得來告狀說 人間凡夫 誰在造惡 誰怎麼樣 他還要來報告 他還要聽很多報告 是不是這樣 那麼他當王子的人就不必了 晃啊晃啊 晃啊晃啊晃啊 這樣就可以享受 所以要投胎為王子 是這樣 再來就是他的威德還沒有到達什麼 到達做天王的地位 大部分天王都是菩薩視線 你要知道 他在天上度人 度那天人 大部分都是菩薩 而且是八地以上的菩薩視線 又不八地早就迷下去了 懂的意思嗎 定不住了 看不住 太迷人了 所以要八地以上 功力才夠 不過這也不一定 這也不一定 大部分是這樣 威德力夠 好啦好啦 那麼就是第四子 那麼又是聚受欲 每欲都瘦了 那麼呢 這個這個 集天之樂 天上之快樂 33天所有的快樂 他都享盡了 那麼天妙才女 又比前面那個才女更漂亮 你要知道啊 人間第一美女啊 跟那個四天王天的那個女人比起來啊 啊 就像世間的美女跟猴子比一樣 猴子比一樣 你懂嗎 你說哎呀這法師 你怎麼做這種比喻真難聽 但事實是如此啊 這釋迦佛裡頭的故事啊 釋迦佛當時渡阿難陀就這麼渡的 阿難陀討了一個 什麼呢 當時印度第一美女 不是名字叫美女 是什麼 是本質她就是什麼 經過競選出來的 第一美女 可是這位美女呢管阿難陀 阿難陀長得很英俊 她跟佛陀長相很像 跟阿難長相的東西 她們那族的人都長相很英俊 這個五官分明 她是亞利安族人 亞利安族人是白人喔 你不要把佛陀試塑成黑臉了 以為是非洲人就是 印度人都臉黑黑的 不是這樣她是白亞利安族人 那麼她很莊嚴 然後她老婆就想我這個老公長這麼莊嚴 一定要管她管得嚴厲一點 有一天阿佛陀又要去渡她了 佛陀呢其實根本不管說她有太太沒太太 有兒子沒兒子 佛陀有大威得力一渡全渡了 或者是什麼 留著你老婆在那邊不管她 她就把男人帶渡走了 你要問說 哎呀這樣佛陀好狠喔 留著那個女人在家裡有守寡 這樣不是對於那個女人不公平嗎 佛陀沒這麼想法的 沒這麼想法的 所以你們這個男眾有太太了 還敢來出家 勇敢 這是對的 扯不完的啦 你要跟她扯扯扯 扯到你老的扯不完 她沒有一天會放你走的啦 是不是 那麼好啦 那麼佛陀來了嗎 阿南陀他老婆名字忘記了 我這人記名字很不會記 阿南陀每次出門都要跟他太太報告 報告太歲 報告太座 我的堂兄 釋迦牟尼佛來了 我去供養他一點 不行 怎麼不行啊 這都不要這樣嘛 好可以 我吐個口水在地上 口水乾之前你就得給我回來 我這麼嚴你給我看看 那也是王子耶 王子我告訴你 男人 男人面前 要安裝他們 堅固 你有求於人嘛 你貪他的美色 你自然就要什麼 軟他個三分 哎呀 在外面是吆喝來吆喝去 說的是真正 哈哈哈哈 那麼好了不談了 就再談回來阿南陀 阿南陀就這麼樣子嘛 趕快準備了飯菜 要去供養佛 他們房子很深 他走到外面去的時候 佛陀一看到他來了 佛陀就開始走 往外走 阿南陀說 哎呀佛陀 你不是要來拖波嗎 怎麼怎麼等一下嘛 等一下嘛 他看佛陀老追不到 他就跑 他怎麼跑 佛陀跟他保持五步的距離 他跑越快 佛陀就走越快 怪了佛陀幹什麼 沒在跑阿 佛陀沒在跑 佛陀不可能跑的 你知道佛陀威夷很好 佛陀永遠不會跑 可是他在後面跑幹什麼 糟糕到老公 你不會中 一直跑一直跑 跑到那個 紫竹林金色去 社會 紫竹林金色哪一個金色 反正跑到金色去 他想啊完了 一看手錶糟糕 我太太那個口水一定乾 是這樣子 哎呀 佛陀就跟他講 哎呀佛陀你怎麼這樣嘛 真的您來我家拖波 我是高興的供養你老人家 你幹什麼 怎麼走了呢 害我跑到這來 算了算了算了 我回不去了 我這家回去一定給我老婆罵死 佛陀說那這樣好 你留下來出家 所有的很多事情 很多他的堂兄弟都已經出家了 在旁邊 嘿嘿嘿 我看他沒辦法出家 他怕老婆 他這個人被刺激了 他不能夠被刺激了 你懂嗎 什麼我怕老婆 好出家就出家嘛 一個匹夫之友 你懂什麼 他真出家了 就出家了 第一天還好過啊 就好像你們剛來的一次第一天 一切都很好奇 還不會想家 你懂嗎 到第二天啊 他就開始好後悔了 哎呀 我昨天不應該這樣子 衝動說要出家的 現在就憂愁不喜 早上嘛 也沒起來靜坐 吃飯拖波嘛 他也不去了 人家去拖波 他就跟人家講 哎 某人阿蘭陀比丘 走我們就拖波去 啊你先走 你們先走 他呢 隨後就 佛陀帶我去散步 他就帶他去 社衛國外面那個山邊 也沒跟他講出家事 什麼都沒談 佛陀杜化人很人性 他什麼都沒講 他知道再也不能跟他談出家事 談出家事 腳尾就冷 當時大家叫他貌貌的樣子 是怎樣 貴算盤還是什麼樣不知道 好啦 不管他 我去看看那個 他就看到那個當時啊 野生動物還很多 他就看到那個母猴一直在樹上跳來跳去 我就問他 阿南陀啊 你的太太是第一美女喔 是啊 喔 太太好漂亮喔 他就這麼講 然後他就說 那你看呢 是你太太漂亮呢 還是那隻猴子漂亮啊 吹吹吹吹 佛陀 當然我太太漂亮 我太太皮膚多好多好啊 這個猴子怎麼能跟我太太比 佛陀你也愛開玩笑 佛陀說 我可沒跟你開玩笑 你想不想到天上去玩啊 他說 喔喔喔 我跟你去 然後你眼睛閉起來 坐著我的駕駛 摘摘摘 佛陀就啾 就飛上天上去 那天上去的時候 到了什麼 四天王天還是套利天 然後套利天這樣 套利天的時候 哇 每個宮殿裡頭都是那個什麼 天主在那享樂 喝酒 聽音樂 跳舞 跟五百才女在那裡 其中有一個 其中有一個天宮呢 幹嘛 那些天女呢 在那裡聽CD 沒有 每個都懶洋洋在那裡 愛睡不睡 好像沒有生意的樣子 然後那個黃座上面 那個王座上面啊 沒人 那阿難陀啊 佛陀放到自己去看 他就 很樂意的在幹嘛 看到有女眾在那裡就出禮 那進去之後就問 欸 你們這間怎麼這麼奇怪啊 大家都在享樂 你們怎麼都在打瞌睡 我們呢 我們這個天王啊 是阿難陀彼丘 他曾經在佛陀那出家一天就溜 偷溜跑回去了 那麼因為一天的功德啊 將來死的時候 偷胎來這兒做我們的天王 不過他現在還沒死嘛 我們懶洋洋在這兒等他 那阿難陀一聽 哇 心花怒不放 文藝安 都死我 都死我 他趕快講 他說不不不 你人間的身體不能來這裡享樂的 你回去再說吧 唉唷 然後他看完了 唉唷 心花怒不放跑回來跟佛陀講 唉唷 佛陀我真感謝你老人家 佛陀說怎麼回事 你還好讓我出家一天 我現在總算下次死得不多地獄 還能生逃利天 你看 這又是一個故事 對不對 所以說佛陀有好多個那個堂兄弟 都是因為這樣弄得出家 然後得勝天 這個阿難陀也是 然後佛陀接著就問他啦 唉唷 我說阿難陀啊 你剛剛看的那些 未來的那個美女啊 你的那個才女啊 你覺得他飄不飄亮 哇 我告訴你 那跟你那老婆比起來呢 啊 我那老婆像猴子一樣 我說這個男人啊 真是太復興了 你看看 一有比較就知道了 好 話講到這裡就可以了 所以你現在為什麼放不下你老婆 想一想 是你沒有看到更漂亮而已 對不對 你為什麼老婆在那邊回去啊 護著老婆啊 想我女朋友多好啊 怎麼樣 那真的是被騙了 我當時啊 大三的時候啊 我就看了這個故事 我就若有所思 那個時候我女朋友有三個 北中南各有 那時候我有三個 那時候不敢讓參公知道了 那麼一個是成大 一個是嘉義農專還是什麼 那一個是台大 我的小學同學 三個女朋友 那我這邊想 嘿 這三個 這樣以後第一 以後不知道怎麼擺平 這也很麻煩 這第一 第二的話呢 這個他們漂亮不漂亮 這還另當別論了 這個男人就是這種根性 男人愛女人的知識 女人愛男人的財富 跟他的什麼溫柔 那麼男人愛女人那就是他的那個照顧 這些都是一種買賣 那麼要是老了 誰就是相依為命 這個也不過是這樣子 乳木相活 狗活 互相吐一口口水來互相乳木 互相的這樣子存活 人生要過得這樣子的話 未免也太苦了 真實的愛情不過是來自於無名 那麼呢 所追求的不過是那些虛幻之假象 像阿難陀討了世間第一美女 他看到天上的女人 他就忘記他太太 同樣道理啊 現在的女人愛我 他以後看來更好的男人不是也忘了我了嗎 哎呀 世間哪裡有真實的愛情 啪 啪 啪 不要再下去 後來我就一一打電話 幫無假唱 我要去出家 我不是愛了別人啊 我不是愛別人 你們不要怨嘆我啊 我是因為想要出家 你們不要跟我哭哭啼啼 好啦 這三個就這樣擺平 我就決心要出家 對外宣布 一些女人不要靠過來 晚上七點之後我不出門 女眾不要單獨來我的療房 我就對外宣布 從大三開始就這樣 就這樣一直保持 我從來沒騙自己 也從來沒有再交另外一個女朋友 或者人家對我有意思 我就不會再怎麼樣 我不能害人家 是不是這樣 害人家青春不可以 放無假唱 小人走過人的 從大三大四當兵兩年 我們都沒有任何像那種火神堂町 貓子喜歡心 一心想出家 又想跟女孩子講講話 說是說學活 帶著那個學妹到處參謊 這都是假學活之名 行了 貪愛之死 你們家大學生 什麼出頭我才不知道 我都知道 都是比這波 對吧 這叫我再來問師傅說 我要怎麼出家 那都騙了 還在帶小妹子 還在出家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就要下定決心 就是我們看了那個故事 是不是這樣子 隨著時間 哪裡有什麼美女啊 什麼的 相對之間 還有啊 你要知道 你看那個人他很美 那根本不是美啊 你要知道 他眼睛一定不會一樣大 你信不信 你把鏡子拿起來照照 你自己的眼睛也不會一樣 鼻孔也不會一樣大 耳朵也不會一樣高 兩隻腳也不能一樣長 要重點腳人才會走路 你知道 人要長短腳才能走路啊 你要知道 是這樣子 所以你自己洗澡的時候 你自己看看你的身體 從中間畫一條線 左右兩邊不平衡 女眾亦富無事 不過是你怎麼樣 格物看花啊 你在愛你心中自己那個無名的女人 那不是真正有個女人好讓你愛 年輕人就是這個東西放不下 在障礙她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那裡 所以你們應該要聽聽不靜觀錄音帶 這裡頭我都有剖析 感情不靜 身體不靜 心理不靜 感情不靜 三者皆不靜 不是身體不靜而已 是不是這樣子啊 那所以說的五欲享樂 你看起來羨慕吧 不羨慕 等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說呢 致一千歲 天上的歲月又一千歲 受盡之後呢 以下的內容就差不多了 受盡之後她生到驗天 驗天就是夜摩天 夜摩天什麼叫 夜摩天 夜摩天就是十天 就是說她時時唱著 好快樂啊 好快樂啊這樣子 夜摩天是這樣子的天 夜摩天 有時候翻譯不一樣嘛 翻譯就驗天 為驗天王子 你看她到處去做人家王子 是不是這樣子啊 她都不願意做國王 這樣比較輕鬆 那麼色身香味醋 快心欲樂 這也是色身香味 色身香味醋 這也是五種快樂 是不是這樣子啊 聽音聲 看姿色 那麼吃東西 聞香味 然後男女的什麼 行飲的醋 這些都是什麼呢 快心欲樂 那麼呢 受什麼 受天二千歲 又double你看看 一直都double 五百變一千 一千變兩千 兩千變四千 四千變八千 嗯 都加倍 那命中後又生於什麼 都率天 都率天就叫做喜足天 歡喜俱足啊 喜足天 那麼又是做王子 又是至心受於五欲快樂 那麼目視相遇啊 心志焰足 這個就很特別了 這是講到什麼呢 常談法語卸托智慧 受天中受滿四千歲 這裡頭就特別了 因為都率天呢 有內院跟外院 他就是有跑到內院去聽經 所以說他呢 怎麼樣 這個常談法語卸托智慧 他想了五重天之後 到第四重天去的時候 他開始聽經文法 他開始去見到彌勒菩薩 他偶爾跑到內院去聽聽經 像咱們 零音寺就是沙佛世界的內院 外面是五欲洪流 跑到來這裡清淨安樂 是不是這樣子啊 他就是內院 那麼你聽聽佛法 你又跑去五欲受樂 那偶爾再想想參功 然後跑回來看看他老人家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麼清清楚楚 是不是啊 那老人家呢 看你這個人呢還可以 就慢慢的什麼樣 掉你 對不對 他到台北去打個電話 約你來吃吃飯啊 吃飯的時候替你捏 捏一個豆包 捏一個菜 這樣子 在家的時候會這樣 到了你出家的時候就開始 很用心的 治療你了 他是這樣子 那麼呢 就是他教導你 實際上內院外院 就是他到了第四天的時候 他就有這個機會 這麼做 他有機會這麼做了 所以還好 你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這樣一路享受下去 會不會福報享盡呢 他其實到了第四天的時候 已經開始怎麼樣 長談法語 卸脫智慧 不過前面有一句話說 牧師相遇 心智焰築 這個很特別 在韜利天的外院享樂 基本上又比夜魔天還要樂 這是真的 可是呢 他們那個樂很維繫 四天王天跟這個韜利天 在韜利天男女的遇樂 是要還是跟男人 跟我們現在沙伯世界的慾望眾生一樣 要形影 要男女交抱 要男女跟相處 不過呢 我們的慾界呢 我們的地上 地面的人呢 最出謀 所以他有出經的行為 到了四天王天跟韜利天的話 他們交抱男女呢 男女跟也相相處 但是呢 他們不出經 只出氣 就算滿足了 到了韜利天的話是交抱 相處 也不出氣了 他就滿足了 他越來越弱 那麼到了這個 這個 這個 夜魔天的時候啊 也不用處了 他們只要男女抱一抱 不用女跟男跟相處 都不用了 他們只要抱一抱 就形影了 就滿足了 你慾望開始降低咯 他們開始不出謀 那麼到了韜利天的時候啊 不 到了那個都帥天的時候 都帥天的時候 他們是手 手接的手 他們就形影了 所以各位啊 教女朋友 手牽的手 從這個時候就開始了 就開始肌膚之親 往下的就怎麼樣 就會造成結婚的行為啦 什麼什麼的行為 就不碰 為第一要求 所以比丘有要求 不得乃至叉腦 乃至少分 疑淫欲心碰女人的身體 乃至一髮根 疑淫欲心 乃至碰女人的衣服 都還有小罪 就是要治這個病 煩惟度鑒呢 煩惟度鑒 所以到了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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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帥天去的時候呢 已經第四重天 他們是手跟手相牽就行影 所以說牧師相遇心之焰足 就是說他們還沒行影之前 用眼睛相看一下 他們呢就焰足了 就自己就夠了 就不用再來 就表示除非行影 不然的話他們眼睛看一下 就滿足了 所以啊 一個修道人 不要隨便用眼睛去瞄意信眾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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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